陌生日的葬女商,这个女人却哭得异常气惨 只因她的哭声越大,拿到手的红包就越多 而这就是她的职业,哭丧 为了还债,她不得不给人当哭丧女 刚入门的她还没弄清楚规矩 一来的主人家,不约分说就冲进房间一通乱哭 结果跑进丧主父亲睡觉的房间 这不就成了给活人哭丧吗 在旅游的好说歹说之下 丧主才答应先看看贵乡的本事 动作是对了,可哪有人哭丧唱流行歌的 就在这一时,一个专业的哭丧女来了 给贵乡好好的上了一课 但贵乡却是有倔强的人 他不仅没有知能而退 反而买回一台录音机 学习本地哭丧的歌曲 而理由也整日与他待在一起 久而久之,邻居们不明开始前言碎语起来 对贵乡的污影会语是毫不留情 但此时的贵乡已经完全不在意这些 毕竟比起所谓的清白和尊严 吃饱饭和还债才是